My only one 真的很久沒有看到自己的歌迷在這邊 然後看到他們有一部分已經有小朋友了 然後他們也帶著小朋友一起來 所以我那個感觸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真的非常感謝他們一路下來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們陪我一起長大 我有讓你們開心過 驚喜過 也有失望過 但是你們仍然都這麼支持我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看到他們讓我想起 從頭想起我主導那個時候 所以今天到最後那個時候 我真的那個話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跟他們每一個人講 我自己也忍不住了 因為 太感動了看到他們這樣子 昨天唱完之後回到飯店 我一直一直在想 一直回想 所以他們就說我給他們很多回憶 其實他們也給我很多回憶 所以我跟他們都一樣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在台北火車站上面的時候 這個是我真的第一次 第一次跟他們演唱 那個時候他們不太認識我 但是他們的 他們很熱情 讓我感受到台灣朋友的熱情 從那次開始 我就說一定 唱多久都好 什麼時候都好 我一定要回台灣唱 大家都問台北會不會有嘉賓 我是真的不會有 然後我覺得 那沒有嘉賓的話 我就最起碼也跟女兒一起合唱一首 讓大家可以聽得到 因為都在香港我女兒也有唱 感覺她一點都不確定 台風非常好 她比我厲害 因為她很開心 因為今天她也跟我一樣 她很喜歡吃零食 她沒有吃零食很久了 所以她也是等到這個演唱會 她唱完了 她剛剛馬上就喝珍珠奶茶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已經忍了很久了 因為一路 從去年開始忍到現在了 所以可以吃了今天 高雄要不要去 真的要 如果安可我們在高雄辦好不好 真的要跟林老闆商量一下 真的要協調 因為我帶了台上面全部的道具 都是從香港運過來的 所以如果真的高雄的話 我們要先把這些東西放在 留在台灣存起來 要不然我們帶回香港就 一定就是丟掉了他們 那對於這次演唱會還滿意嗎 我啊 我每一次都不滿意的 你問我 我每一次都一定有不滿意的地方 就看觀眾 如果觀眾滿意 就這個是比較重要 那你有預計後面的工作行程 會有些時間放在台灣嗎 會 對 因為真的我已經 之前我重錄了廣東歌嘛 所以我已經重錄了 全部已經錄好了 重錄一些國語歌 然後加新歌 然後現在在安排 不知道 今年應該會推出 所以今年一定會回來 然而在3月7號 上海廠的主辦單位公告表示 因為歌手身體不適 醫生主婦需要敬仰 為保障演出整體的高水平呈現 必須取消原定3月8號到10日的演出 我還沒 我還沒 我會跟她短信 因為我常常就是跟她短信而已 現在就先不打擾她 讓她先休息 因為我知道 我就是演唱會之前 自己中了第一次 所以我了解她現在的心情 而且是學友 學友她對自己更嚴格 所以我覺得她 現在先讓她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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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